捲起衣袖施打第三劑疫苗 国内设定间隔第二劑五个月 就可以施打加强剂 美国设定六个月 日本则是要八个月以上才能打加强剂 27岁的David住在美国滨州 他为了增加保护力避免感染 已经施打了第三劑 我去纽约去玩一下 然后在纽约的话就人比较多嘛 所以我大家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 身体有一点觉得弱 就感觉有点弱 所以就是像 平常可是不是说到处什么东西都不能做 可能就是因为那天我是在外面走路 然后走路就觉得需要休息一下 坐下来一下 David是在11月底打第三劑 副作用轻微也没有发烧症状 不像第二劑会有比较明显不舒服 而他三劑打的都是BNT 间隔时间是六个月 就很累而已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应该没有差别太大 所以我就打第三劑 然后发现第三劑还是还比较好一点 如果太短的话 当然会比较考量说 你这个抗体浓度会不会有成为比较高 第二是说它会不会有其他 我们可能未知的 不知道的一些可能的一个 比较不良反应产生 这个其实是不知道 但是如果以国际间目前研究来显示的话 大概还是会建议 隔六个月做施打会比较好一点 间隔不够长担心抗体过高 但又不能隔太久 保护力降到多少才是最佳施打时机 还没有科学依据 但会拉长间隔时间 还是担心副作用问题 以新光医院副院长洪子仁来说 他第二劑在五月二十日打AZ 十二月三日打第三劑莫德纳 间隔超过半年以上 我打完以后都没有不舒服的一些 没有不舒服的状况 然后只有局部注射部位的 非常轻微的一个疼痛 那其他的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说并没有特别的发烧也没有 那当然会有一点点轻微的疲倦感 就是这样子 根据美国疾管署调查发现 打莫德纳的民众产生局部副作用的比例 第二劑百分之八十四点七 略高于打第三劑的八十三点五 全身性副作用第三劑百分之八十一点三 和第二劑的差别不大 至于BNT 局部副作用和全身性副作用都在七成左右 第二劑和第三劑反应差不多 但比莫德纳来得要低 所以像台湾和美国都建议莫德纳只要打半劑 莫德纳它原来一劑是一百麦克格 那那个BNT就只有三十麦克格 从他们的数据上来看 其实打半量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免疫反应了 所以也考虑到说莫德纳其实 虽然它的抗体浓度是算是比较高的 可是事实上它产生一些反应的比例 也比较高一点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建议值打半量 莫德纳抗体高 担心产生新肌炎的状况 所以采用半剂量 至于打全剂量的BNT 以色列调查发现近九成民众认为和打第二剂后感觉类似 比例最高的是出现注射处疼痛 其次像是肌肉酸痛 头痛和发烧也有通报案例 另外呕吐 呼吸困难和胸痛 发生的比例都不到百分之一 大部分可能就局部的肢体肿胀 发烧疲倦而已 但是如果是以严重性的所谓的不良反应的话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比较担心所谓新肌炎跟新胞膜炎 那如果根据以色列他做了一个研究的话 他发现打第三剂 如果你用半剂的莫德纳 或用一剂的BNT的话 他产生新肌炎跟新胞膜炎比例 只是借第一剂跟第二剂的中间值而已 打第三剂虽然没有明显副作用增加 但除了高风险族群 也该开放一般民众尽快去施打吗 当然有些学者认为是说 女性的话是不是先可以还打 我个人觉得说 除了这一个高风险族群朋友 需要先去马上去接受 可能的第三剂的一个加强剂以外 其他的人因为事实上你打第一剂跟第二剂 你形成的细胞免疫 还有所谓的换起记忆的免疫的话 其实是足够的 专家解释 毕竟目前台湾还没有任何打第三剂的研究报告 是否要再扩大开放类别 或是后续直接接种次世代疫苗 都还有讨论空间 一般民众第三剂打不打 以及青少年打第二剂BNT时程 都引发讨论 指挥中心11月宣布还打后 隔了一个月又再次开放 以国外的资料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都还是属于轻症 虽然心肌炎听起来很可怕 可是国外的资料告诉我们 这些心肌炎绝大部分是轻症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最后 权衡的利弊得失 还是决定让我们的青少年 接受第二剂 以美国来说 青少年打BNT 第一剂心肌炎发生几率是每百万人 5.7 但到了第二剂就飙高10倍以上 到69.1 香港第一剂则是每百万人 23.7 第二剂37.3 台湾第一剂施打后 有23名心肌炎案例 每百万人大约22.5 数值比美国第一剂高 让人不免担心第二剂施打 是否有副作用 国际界目前来讲 大概这两剂的间隔时间 如果时间不要太密集 稍微把它拉长一点 现在的话大概拉长 大概两个月 甚至三个月再去做施打的话 或许它真的是可以把 这个心肌炎跟心胞膜炎的 发生的比率会下降 美国和以色列 对青少年施打第二剂BNT疫苗 间隔是三到四周 结果发现新肌炎比率 最高会比第一剂多十倍 因此指挥中心 把国内青少年施打 间隔拉长到十二周 就是希望能降低副作用的发生 也有人提出 是否要比赚莫德纳加强剂 调低剂量 你降剂量可能是会不会产生的保护力就变差了 那会不会副作用也真的变少 可是答案是都不知道 所以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们原则上还是以现有的资料做基础 在这一块我是觉得理论上 可能如果真的要调低 或许是在第三剂比较有机会 因为它已经当成一个补充加强剂 可是如果第二剂 它还是属于在一个 完整接种剂量的部分上来讲 可能还是以足剂量 比较能够诱发相同的一个 免疫反应的一个效果 不论是接种第三剂 或是青少年接种第二剂BNT 都还是要经过专业医师评估 在考量感染风险和副作用的影响之下 选择最适当的十大时机